钢铁是环保的 原因如下,当谈及环保行动,围汽排放总是引起全面关注。 但是围汽只是全部排放的一部分而已。 汽车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使用能源和产生排放。 从原材料生产一直到产品报废,这些排放总量称为汽车的碳足迹。 因此,为了衡量一种汽车是否真正环保,你应该评估它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排放。 这就是生命周期评价方法,它全面揭示一辆汽车的碳足迹。 你应该知道,一辆汽车在出厂之前就在使用能源和产生排放,首先是获得生产汽车所需的原料。 从地表中开采原矿并生产材料,这个过程需要能源和产生排放。 然后,生产汽车会伴随更多排放。 只有某人购买并驾驶这辆汽车上路后,才产生尾汽排放。 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中的使用阶段。 当然,汽车报废后将它运送到废料厂并回收材料以生产更多汽车,也需要能源。 接下来,生命周期重新开始。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使用的材料至关重要。 因为材料不仅影响汽车的生产和暴费后的处置,它同样影响汽车的重量和燃料消耗。 更轻的汽车使用更少的材料,同时燃烧更少的燃料,有利于该汽车更加环保。 依据生命周期评价,如果一种材料的生产过程环保,则该材料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更加环保。 一些人认为钢铁仅仅是钢铁,不是这样的。 近些年,钢铁行业发展迅速,研制出更轻、更强和更环保的钢铁材料。 同时,生产这些新型钢铁产生的温室气体比其他材料少5至20倍。 环保汽车只有当人们有能力购买时才有意义。 使用钢铁生产汽车的成本更低,而且低很多。 例如,研究表明,铝制汽车结构成本比钢铁高65%,使用钢铁有利于确保我们能够承担环保的成本。 当钢铁汽车生命周期结束,钢铁是100%可以回收的,还原成它最初的产品,或者其他任何钢铁产品,而不会影响质量。 事实上,钢铁是地球上回收率最高的材料。 新型钢铁产品更轻、更强,所以更安全,同时更环保。 需要了解绿色环保钢制汽车项目,请访问网站www.futuresteelvehicle.org 请访问网站www.futuresteelvehicle.org